我們覺得所有的音樂其實是作曲家藉由音符在講述一些故事 那可能是他自己的故事 可能是在他生長背景遇到的一些事件 但是不管怎麼樣他都有他想要說的情緒跟故事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在演奏的過程讓聽眾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這個部分 演奏不是只是把作曲家的音符演奏出來而已 而是真的需要讓聽眾可以聽到背後他想要表達的情緒跟情感 目前這個陳平音樂廳它是全台灣最適合演奏室內樂的場地 因為不管是聽眾的座位人數還有就是聽眾演出者的距離 整個音響效果聽起來其實這裡都是非常清楚 而且可以很細緻地把所有的東西都讓聽眾聽到 所以我們是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在這麼棒的地點演出 去年的經驗讓我們感到很溫馨 而且感到非常的榮幸 希望今年我們還是可以做出這麼好的演出 在看我們一看 我們最終拍攝的了 會不會有把劉心看到現在 我們還是會是在拍攝和拍攝的 我們還是會拍攝的 我們還是會拍攝的 長的時候就幾百分誇張 我們可以拍攝的